哈囉大家好 先祝大家一生新年快樂 我是雲霸 那今天我們要來替大家開箱福袋 那每一年過年期間 我都會帶著小朋友去各大超商 然後買一個福袋 然後當場開箱給他們看 然後我就買了三大超商的福袋 OK 就來這邊 分別是萊爾夫全家以及7的福袋 那萊爾夫的福袋一個是169 那全家的福袋是199 7的福袋分別有三款 分別是299、399以及最貴的999 其中以7的最難買 各大超商他們都沒有實體在賣 今年他們是採取預購制 你要先預購 然後才會有這個福袋可以買 全家跟萊爾夫都是在商店裡面 直接實體展售 那你去拿應該就會有 好 話不多說 我們先來開箱福袋囉 OK Let's go 好 我們先來開箱的是萊爾夫的福袋 這一個福袋是169 169元 我們來看看它裡面的價值 到底有沒有超過169 你看它正面是寫個符 然後有牛年的不倒翁的符號 然後後面有寫它各項的最大獎 汽車 卡蒂爾的白金鑽石項鍊 iPhone LV的長頰 Apple Watch 好 這些 你就看看就好了 應該都不會中 我們只要看看它這一次 裡面擺的這些東西 有沒有超過169的價值 果然不意外 都是一些餅乾糖果 第一個先拿出來的是 樂士洋芋片 這是什麼 氣質口味 這是什麼口味 經典口味 對 經典原味 好 這個是洋芋片 再來是新櫃派 再來是刮刮卡 等一下來刮刮看 然後還有 這是什麼 衛生紙 衛生紙 80抽的衛生紙 吃東西要擦水 對對對 還有這個用來混重量 CC雷帽 CC雷帽 還有一包 Airway 我們最後再來算一下它的總價值多少 然後再來我們來刮一下這張刮刮樂 萊爾夫它同樣會有刮刮樂 就是用來刮後面這些獎品 它現在大獎好像都是刮了之後去登錄 對 它大獎就是 刮了之後 然後來這邊看一下你有沒有中 它有三重 會員遊戲獎 極刮極中跟序號抽獎 那極刮極中啊 就是對應的是這一區 車啦 然後這些東西 然後再來是序號抽獎 這個就是要上網登錄 好 我會挑比較好變現的吧 最好就是iPhone12 Pro馬上賣 鑽石項鍊 你看 你刮中Mazda 2的話 你要賣車 你要先繳那個穗金對不對 對對對 很麻煩啊 好 第一個極刮極中 我刮中的是 神腦門市折價券 喔 好喔 哈哈哈哈 再來是序號抽獎 序號就要上網登錄 對 這個就要上網登錄 好 大概就這樣 這是今天刮中的東西 萊爾夫 好 這是萊爾夫的福袋 最後我們來算一下它的價格 接下來是全家的福袋 這一個福袋199 好 我們一樣把它打開來 沒有 沒有 全家的福袋非常樸實 外面完全看不出有什麼 對 你也不知道有什麼 但是它在賣的時候 它其實有寫 它一樣是有這種 需要登錄的抽獎 先看到的是牛肉麵 胃王紅燒牛肉麵 再來是玩具 互斗恐龍 我這個小朋友玩得還不錯 再來又是餅乾 奇多爆 然後起司口味 都是這種東西來 騙那個大小 再來是點心麵 辛太郎 都是小朋友喜歡吃的 這個是來混重量的 奧利多水 再來是老洋方塊酥 還有什麼 曼陀豬 曼陀豬 我個人覺得這一袋比較 比剛剛那一袋 還有Pocky 這個還不錯 Pocky好東西 而且它是歐麟口味嗎 很特別耶 這一袋裡面沒有狗狗卡 在這邊在這邊 狗狗卡在這邊 好我們看一下這裡面的紅包袋是什麼 一樣是這個抽獎序號 你要在2月24號之前去登錄這個序號 然後才會有 你不知道我看到下面那個是不是折價 是不是可以直接折 這個是UniCore的現金折價券 他不用抽直接折 對 然後這個是蒲獎專區 一樣是分成三個 然後這邊都有可以讓你撕下來去兌換的 所以有分成線上兌換 UniCore的購衣金 購衣金是多少 50塊 肯德基的幸福餐 折價券 可以折的是5塊基的餐 然後519折成333 好像不錯 好像還不錯 欸你今年過年就可以吃這個 前兩年都吃麥當 我今年換4個 好 再來是Seven的福袋 這個是三袋裡面價格最高的 它是299的福袋 它這個福袋啊 從袋子的質感就相對好很多 它的袋子就不是一般的紙袋 它是這種Hello Kitty的布的材質的環保袋 光這個袋子的質感就已經不錯了 上面還有這個磁扣 然後再來我們看一下裡面有什麼 哇 還有一個袋子裝著 感覺到有飲料 對 我感覺到一致陣雷翼 哇 有飲料 兩瓶 而且還兩罐 大人系檸檬茶 還有紅豆水 再來是這個薄荷錠 薄荷糖 然後這個是 烏拉煎 Airway 這是什麼口味的 藍莓嗎 紙冰野莓 還有Oreal 還有這個是 Hello Kitty紅包袋 這個還不錯 再來我們看一下這是什麼 這是 Hello Kitty的筆記本 對 它今年的主題是Hello Kitty 然後再來是大獎抽獎券 最大獎是 哈雷機車 Iron 883 一台 華南銀行刷卡金10萬 Lavi Hotel的客房一晚 Open Point點數6666點 還有刷卡金5000元 但它這一樣要登錄的 不是限開的 對 不是限開的 你覺得它有比全家的好嗎 它就是那個袋子啊 要我自己來講的話 我喜歡全家的 可是我喜歡Hello Kitty的 本來它有點概念 是在買Hello Kitty的商品 欸 可是這個 打開來是這麼大一張的 折價券喔 嗯 折價券 買一送一 使用度還算挺高 這一個還不錯 達美樂買大送袋 買大送袋 不是本來就買大送袋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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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買大送袋 好 它比較偏向 就是統一的相關企業 然後咖啡買一送一 還不少杯 這個我覺得還蠻實用 好 我們最後 再來統計一下整個的價格 好 這一代Seven的福袋啊 我們剛剛算了一下喔 然後這個所有的總金額啊 其中以這三樣 Hello Kitty的授權商品 它的價格會比較不好找 然後我們就大概算了一個市售價 就是同品項 然後可能不同圖案 然後它在市場上販售價格 那整個算起來是390 那還不包含這張有很多的折價券 那整個價值啊 應該是超值的 不過前提是 你要蠻喜歡 Hello Kitty這個 它的授權商品 那你就會覺得超值 像我們家都是以男生為主 我老婆也沒有很喜歡Hello Kitty 所以這一代對我來說啊 它的實用度就沒那麼高 因為能吃能喝的大概就這些 那你可以看看 它每一代的福袋裡面 可能這三樣會是基本的 那這幾樣零食類的東西 就看各店家 Seven他們的總共室的庫存有多少 那可能會不盡相同 全面則上總價值不會差異太多 好這個是Seven的福袋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全家的福袋 好我們全家福袋的總價值 統計出來 我們剛剛算出來是272 一樣是超過它這個福袋購買的價格 當初買的時候是199 那算起來是272 那同樣的它有附一張抽獎券 看有沒有重大獎這樣子 福袋裡面的內容而言啊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這個福袋裡面送的東西 有泡麵 有點心 然後這些東西都是平常我們比較喜歡吃的 還有送這個小朋友會喜歡玩的 戶斗星球公仔 這一隻就要 它的市售價就99 OK 這是全家的199的福袋 好再來我們看到萊爾夫的福袋 這一代當初購入的價格是169 那我們剛剛算出來它的價格是159 當然還沒有算到這張刮刮卡 刮刮卡裡面的價值啊 你就當做它不存在就好 雖然你有可能會抽中汽車 不過以它內附的這些東西的價值而言啊 第一個它數量偏少 然後再來是 你要說實用嘛 衛生紙是蠻實用 可是你刮到福袋 你抽福袋 然後你就拿到一包衛生紙 你就會覺得很落差 所以以三包的實用性來講啊 豐富度來講我覺得全家是比較值得買的 好 以上是今天三大超商的福袋開箱 大家如果有開箱什麼有趣的福袋啊 超值的福袋 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 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雲霸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還有請訂閱 com來按到這邊 Facebook Videos Cook Facebook Videos Videos Videos